在沙罗越有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习俗,叫猎人头习俗 在19世纪以前,一般族是佛罗州上猎人头部落中最令人害怕的一个族群 踏入一般藏屋,抬头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灰黑的人类头骨 全挂在屋梁上,虽然数量不多,但是也足以证明这段历史的存在 虽然猎头的起源已经不可以考究 但是他确实是传统一般,甚至整个达雅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以前的他们把猎人头看作是一个勇者的风范 拥有人头数目决定一个人的财富和勇敢 而女性也会以人头的多少为择偶的条件 一般人只会取和他们交手的成年男子的头颅 就有在争夺心耕地,保卫土地,或者是扶仇或者是平息天灾 他们才会进行猎人头的活动 除了敌人,在他们周围中备受爱戴的人死后 他的头颅也会被割下来留恋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住他们的灵魂 每逢击鬼的节日到来,这些头颅就会一个个排列出来 一般人会给他们喂食糯米饭和撒米酒 川姆斯布洛克的到来,在他的统治下禁止累累人头的习俗 这个习俗就消失了